妈妈是超人,成了魔术节目,杜江云亨专业,拆台,报效不断。 妈妈是超人,成了魔术节目,杜江云亨专业,拆台,报效不断。文管道号斗斗斗。 妈妈是超人,大结局,四个家庭的爸爸也出现在了节目的现场,一个都不少。 在超人妈妈联盟之夜的晚会上,银哼的爸爸杜江还当上了主持人,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和节目表演前的一些铺垫工作之后,杜江邀请早已准备好的妈妈们登场开始他们的超能力表演。 在第一位妈妈登场准备时间里,杜江试图活跃一下气氛,她向儿子银哼提了一个问题,银哼,你觉得妈妈带来的超能力表演是实吗? 没想到,银哼一点也不给面子,还拆台,别问我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你问其他小朋友。 说完还双手和时相亲霸度将军工作医求放过。 在银哼的不合作带头是范夏,其他小朋友也没有配合杜江的表演,令他十分尴尬,挠住头苦笑,助说完全主持不下去了,说好的活动呢。 台上的杜江尴尬不已,可是台下却爆笑不断。 剪辑不妙的杜江赶紧请出妈妈们来表演他们各自的超能力,第一个上场的是安迪的妈妈黄胜衣。 他的魔术表演显得非常成功,把台下的观众们全都调动了起来,分别变出了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礼物,如糖果、奥特曼。 此时的妈妈是超人,俨然变成了一个魔术节目,然而调皮的杜江却开始拆台。 当黄胜衣问小朋友们还想要什么的时候,杜江大声鼓动大林子,再要一个奥特曼大林子。 还好布布及时就场提出要可踢猫,黄胜衣找到台阶马上就开始给布布辨出来可踢猫。 接下来上场的是布布的妈妈贾靖文,她的演技也是棒棒的,活灵活现的魔术表演,让在场的人都叹为观止。 魔术一般都有一个环节,让现场观众上台来演证道具的真实性或者亲自体验,贾靖文选择的这位观众是哼。 不过,呃哼上台之后,贾靖文让她配合她的演唱,呃哼却扭头转身就跑了下去,我不念,实在是有些尴尬。 轮到呃哼的亲妈霍思燕上去表演魔术的时候,本来一切都很美好。 霍思燕都已经收尾,做结束动作卸步了,呃哼的一个举动却又成了拆台的表现。 只见哼轻轻一拽,霍思燕魔术表演的重要道具就因手而跌落,差点还砸到了哼。 她本以为那是真的鲜花,才用手去揪的,结果,显然这种魔术道具都是模拟的花,这么一拽就差点倒下了。 当邓莎最后一个上台表演魔术的时候,她邀请安迪和大林子一起跟她体验这个魔术,迎哼却不请自来,冲上台去指住邓莎手里的道具说,有交代,这是又要来拆台呀。 有了哼带头,安迪和大林子也开始探究邓莎手里魔术道具的秘密,一时之间邓莎十分的无助,只能苦笑住强撑。 小朋友的拆台行为惹得台下观看的爸爸妈妈们爆笑不断,邓莎的老公也是远郡不惊。 邓莎赶紧用礼物收买安迪他们,试图挽回。 好不容易魔术表演结束,他却自己露现了,道具桌子直接摔落成两节,整段表演都垮了,功亏一篑。 在《妈妈是超人》第三季即将结束之际,这一场妈妈们的才艺表演,让《妈妈是超人》似乎都变成了魔术节目。 无论是妈妈们充满趣味精湛的演技,还是杜江云恒的插科打混式拆台,都让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,爆笑不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